总统大选倒数计时 那么在华府呢有多位的美方专家 针对台湾大选后的台美关系发展 保持正面看法 请看中年特派张国华来自华府的报道 随着台湾的选战越打越激烈 美国人对台湾选情的关注也越来越明显 专家认为虽然陈水扁任内 曾导致美台关系跌入谷底 美国政府并不介意 台湾出现新的政党轮替 在大西洋理事会举办的研讨会上 多位专家认为 美国应该继续对台军售 而台湾大选中 无论哪一位候选人胜出 都有可能与美国维持发展良好的关系 不过布鲁金斯研究院军事问题专家 欧汉农特别指出 虽然华府今年出现的气台论 目前并没有什么市场 台湾的领导人绝不能 以强行推动台独 导致中美大战 台湾大选选情紧绷 引起美国的关注 但不是担心 因为即使是蔡英文胜选 美国也不预期 沉水扁年代的困难会再次出现 中天新闻 张光华 钟义庭 华盛顿报道